大家好,我是华淑慧 欢迎来到癌症贡含基金会健康点点 今天利用短短的时间跟大家分享一下 2018年最夯的饮食是什么样的饮食 大家知道吗 我相信大家如果常常去逛书局 或者在网路上面看一些网路文章 你就会发觉2018年大家都很流行一个饮食 这是什么饮食呢 生酮饮食 那很多人都会把生酮饮食拿来当作减重 拿来当作控制血糖 来当作抗癌的一种饮食 那到底这样子是一个什么样子的饮食呢 我想大家都是一知半解对不对 那我就利用这一天短短的时间 跟大家分享一下 跟大家解释一下 什么叫做生酮饮食 那事实上这种饮食其实不是新的饮食 早在20世纪初的时候 就已经出现这样的一个饮食 不过当初最早会出现这个饮食 是运用在医院里面 对于癫痫症的病痛 我们在1921年左右 那时候的一些内分泌新陈代谢科的医生 他们发现 如果我对癫痫的小朋友 给他一个极低的热量 甚至是属于饥饿状态 然后他部分的热量是从脂肪来 而不是从碳水化物来 发觉他可以很明显的下降了 他癫痫发作的频率跟强度 所以就由此这样子衍生出来一个饮食 我们就称之为生酮饮食 那生酮饮食事实上 它的饮食形态跟我们一般正常的生酮饮食 饮食形态事实上是不太一样的 一般来讲我们正常的饮食里面的热量 我们有说三大热能营养素 就是三个会产生人量的营养素 包括碳水化合物蛋白质跟脂肪 在饮食里面占的比率是不一样的 那真正的健康的均衡的饮食 我们建议的饮食比率是 可以帮我放一下图片吗 我们建议的是 30%是脂肪 15%是蛋白质 55%是碳水化合物 也就是说 事实上我们身体的绝大部分的热量 要靠着碳水化合物来供应 然后15%的蛋白质是留作 可以把它保留下来 当作我们的组织的建造跟修补 那30%有一部分 也是我们供应我们组织修补 那有一部分是供应能量 可是后来呢 慢慢的大家就发觉 我可能碳水化合物摄取过高 我的总热量过高 那我的体重可能过高 慢慢的大家就会 开始趋向就有一个概念 就是说你米饭吃少一点 你不要吃那么多 那所以慢慢就会出现一个叫做 低糖饮食的比例 那低糖饮食的比例呢 大概它的碳水化合物的热量 就会往下跳 那我们就把它放大看一下 一般来讲呢 如果属于低糖饮食的话 它的碳水化合物的热量 是占20% 那脂肪呢是占50% 哦就是拉高了 蛋白质呢也拉高到30% 那这种低糖饮食呢 后来逐渐会被运用在减重的病人 但是它的前提是 总热量也一样要下降 但是到了今年的时候 就出现另外一种声音出来 它认为你又何不尝试 就是把饮食里面的碳水化合物压得更低 甚至可以到10% 10% 然后呢 蛋白质我一样保留20% 就是主要是 留作我组织的修补 但是我把脂肪拉高到70% 那这个就是所谓的生酮饮食 也就是当初在20世纪初的时候 我们运用在癫痫病酮身上的一种饮食形态 那运用这个饮食形态的原理是什么呢 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一般来讲呢 就是我们这个是我们的健康的餐盘 如果说我要落实在我刚才 那个55% 泰水化合物30%脂肪的话 照理说 我一天的餐次就一餐 一餐的餐次里面 我的蔬菜跟我的水果 必须是占这个餐盘的一半的量 然后另外一半的量呢 四分之一是米饭 四分之一是肉类 然后再加上少部分的油脂 那你会看到油脂的量没有高 是因为肉类本身就有一些油脂的量 好 那所以一般来讲 这是正常健康圈的饮食 那如果慢慢延进到我们之前 甚至尝试在一些糖二病患者身上 或是减重病人身上 我们建议说 你可以建议摄取低糖饮食 那我们来看一下低糖饮食的那个餐盘 低糖饮食的餐盘的话 你就会发觉 这个时候呢 米饭的量减少了 但是它把肉类的比例呢 加高了 然后油脂的量也放大了 但是它的放大 油脂放大比例并没有高很多 大概是在30%到50%左右的范围之内 那这样子的范围呢 是一般来讲 在食物的选择上面 种类选择上面 你会感觉比较自由一点 你的可选择的范围也比较宽一点 可是如果引申到今年这个最夯的生酮饮食的话 我们再看一下下一张 这一张呢 生酮饮食的餐盘的话 你就会发觉 当然蔬菜水果一定要占绝大部分 因为蔬菜 对不起我说错了 蔬菜一定要占绝大部分 因为我必须要靠着我的蔬菜 提供我足够的膳食纤维 还有我的一些维生素跟矿物质 但是水果因为含有糖分 所以如果你真的要落实在生酮饮食 那个10%的碳水化合物的范围之内的话 你的水果几乎都不太能够吃 就算你能够吃的份量也是非常非常的少 然后另外一方面呢 你必须把你的碳水化合物的主要来源就是 根筋类 主食类 米饭类 面包类 面条类 你要把它压到压到最低 甚至你完全都不能入口 因为你一旦入口 你就会一跳就跳到那个10%的碳水化合物的量之上 所以你要压在10%的碳水化合物之内的话 你几乎都没有办法吃任何的碳水化合物 那怎么办 那可能我要可以提高多一点点 或一部分的肉类的东西来 但是绝大部分 我还是把热量的来源放在油脂上面 它会拉高到70% 也就是说几乎啊 我如果称呼这个饮食是一种吃油饮食 或者叫做一种喝油饮食也不为过 因为事实上你会变成绝大部分 70%的热量 你要靠油脂来 那好 我们跟大家分享一下 为什么还要做这样子一个 这么大的变动 也就是说 为什么要让饮食形态变成这么的油腻腻 那最主要是利用一些原理 然后我们来看 探讨一下 我们的生化 营养素在我们身体里面 进行的一些生物化学的反应 的代谢途径 我们刚才有跟大家分享 热量营养素里面 会产生热能的包括脂肪 糖类跟蛋白质 脂肪 糖类跟蛋白质都是可以产生能量 所以我们称之为热能营养素 而这个热能营养素呢 在我们的细胞里面 通常从我们的肠道被消化冲到干细胞之后 在细胞里面 它必须以最小的单位才能够被吸收 所以脂肪被分解成为脂肪酸跟甘油 我认为我们把图片放大一点 脂肪会分解为脂肪酸跟甘油 然后糖类要分解成为 最小单位是葡萄糖 那白质的最小单位是氨基酸 然后这最小的单位脂肪酸 应该以为葡萄糖跟氨基酸 才可以被吸收进入细胞里头 而在细胞里面 它必须先进初步的分解 一般来讲最主要 我们正常健康的饮食热量的来源 主要是糖类来 为什么 因为糖类它可以提供 葡萄糖进了我们的细胞之后 它先进行糖解作用 糖解作用转换成为饼酮 这个转换的过程里头 它就会释放出ATP了 我们这图片上面有一个ATP 很小的图片 这个ATP就是热量的单位 它就释放出来 然后释放出来饼酮酸 然后它就挪到细胞里面的一个 那个气 那个气 那个包气 我们称之为粒线体 它在粒线体里面 进入一年串的化学反应 这个一年串的化学反应呢 我们称之为 柠檬酸循环 过程之为 TCA cycle 在这个一年串的 柠檬酸循环的过程里面 它一部分的就是 一边它进行化学反应 它一边就把能量 借着ATP就把它释放出来 好 所以这个柠檬酸循环 事实上是从葡萄糖的代谢走过来的 也就是说你 细胞里面你必须先要有葡萄糖 转换成为柠檬酸 柠檬酸可以挪到粒线体里面去 才会成立这一个 所谓的柠檬酸循环 这样子一个代谢池存在 那这样子的代谢存在走完之后呢 它陆续的就把 ATP的热量就给释放出来 那这样才能够达到 我们食物里面的热量完全的释放 完全的氧化产生能量 好那至于脂肪呢 脂肪变成脂肪酸之后呢 它进度我们的气胞 直接就透过气胞走到 粒线体里面 转换成为乙烯辅酶A 就是我们所谓的 CoA-N-A 乙烯辅酶A 进入乙烯辅酶A呢 就进入所谓的柠檬酸循环 这个柠檬酸循环从哪里来 刚才我跟大家提过 它是葡萄糖转换过来的 所以事实上你会发觉 脂肪酸走走走走走 走到后来它并入糖类的代谢途径 脂肪酸 脂肪分解的另外一个甘油 甘油呢 它一部分 如果说我们血糖很低的时候 甘油也会转换成为血糖 它可以让我们血糖 可以上升一点点 那如果你完全体内呢 都是吃很多油的时候 那这些甘油呢 它可以转换成为 丙酮酸 丙酮酸也一样进入乙烯辅酶A 一样进入TCA cycle 所以不管是脂肪酸也好 是进入甘油 还是甘油也好 最后它都进到 葡萄糖的 这一个柠檬酸循环 好 那至于我吃进来的 蛋白质呢 最小分子是氨基酸 氨基酸也是一样 如果我血液里面的血糖 是偏低的时候 氨基酸它可以转换成为葡萄糖 那这个我们叫做糖质新生作用 它可以帮助你转换成为血糖 那如果过多的蛋白质 不要这么多的氨基酸了 这些氨基酸我可以拿来 产生能量的时候 诶 来 我氨基酸也一样进入丙酮酸 走以西斧酶A 走到柠檬酸循环 走到柠檬酸循环来 好 所以不管 所以我们从这个代谢途径来看 大概有一个概念 你就可以知道 不管我是吃脂肪也好 或是吃蛋白质也好 最后它在我的身体里面 要产生能量 它都一样要走到这一个 这一个 红色的 好 这一个 红色的柠檬酸循环 也就是说 这个柠檬酸循环先要有糖类 有一个葡萄糖当底 它先帮你成立了这样子的 一个柠檬酸循环 代谢时存在那里之后 你脂肪才能够走得进来 让白质酸都走得进来 那假设 假设今天呢 我饮食里面没有糖类 那这个红色的代谢途径就不存在了 也就是说 后面这个东西 包括柠檬酸 包括DCA 塞口都不存在 那脂肪就怎么办 脂肪大概就个子能走到哪里 走到乙烯辅煤A了 走不下去 那甘乙烯科走到哪里 柠檬酸走到乙烯辅煤A 也走不下去 因为后面DCA 塞口不在 埃茄酸走到哪里 也是走到乙烯辅煤A 走不下去了 因为后面DCA 塞口不在 所以强迫性的 乙烯辅煤A没有地方走 它只好选择走 另外的代谢途径 这个字比较小 也许待会我们就把它放大 会跟大家分享 这是葡萄糖正确的途径 这是TCA 塞口 可是当它如果 没有葡萄糖之后 你看这边有点点点的 需要箭头 就表示它不存在的时候 那这个循环就不存在了 那这个TCA 塞口就不存在了 那这个TCA 塞口不存在的时候 好 我们刚才讲了 我进来的β 脂肪酸β 氧化之后 变为乙烯辅煤A之后就下不来 那怎么办 我没办法走TCA 塞口 我就强迫它走另外一个代谢途径 好 那这个代谢途径呢 是在细胞里面呢 它都会自己进行的 它就会产生什么呢 产生最终产物有三种东西 一个我们称之为乙烯乙酸的 一个呢称之为丙酮 一个称之为β 晶 滴酸的东西 这三种物质呢 是当你在身体里面糖分不足 也就没有足够的 TCA 塞口乙烯酸的存在的时候 脂肪酸会被迫氧化就走到 这样的代谢途径 那这三个东西 乙烯乙酸 丙酮 跟所谓的β 晶 滴酸 我们就合称之为酮体 那这个也就是生酮饮食 这个名词的来源 也就是说如果你的饮食里面 吃很多大量的脂肪的时候 然后你的身体会被代谢 产生出这些酮体 那这些酮体有什么益处呢 这些酮体呢一般来讲 进入我们的细胞 它实际上还是可以 产生利用能量 所以而且它有个好处 它可以通过我们的大脑屏障 滴滴滴 所以它可以进到大脑屏障 一样给大脑的细胞 利用产生能量 只是它产生释放的能量 没有原来脂肪释放出的能量那么高 好那所以呢我可以知道的 就是说OK 这个吃过量的脂肪 我的身体产生很多的酮体 酮体呢可以进到我的大脑 透过我的大脑细胞 产生能量 对不起我们把它放大一点好不好 好那放大能量的时候呢 这个时候在酮体进了脑部之后 它就会同时促进脑部 分泌一个荷尔蒙 我们称之为GABA的荷尔蒙 我们称之为GABA 那这个GABA 事实上是一种 稳定神经传导的物质 我们常常在临床上可以看到说 你若是失眠啊 或是情绪不稳定 你可以多吃一点 还有GABA的食物 它可以让你的神经传导 趋向稳定 容易入睡 情绪会变得比较安稳 所以呢在20世纪初 当初的那个医生 他所利用的原理就在这里 我把GABA释放出来 我利用酮体去刺激GABA 那GABA越来越多的时候呢 那是不是可以让这个 癫痫的小朋友 他的这些 所谓的不正常的饭店的频率就降低 他就可以降低他癫痫的强度跟频率 那实际上临床上看到 也的确是很有效 所以才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名词 叫做生酮饮食 早在二三十年前 应该一个世纪年前 然后就已经出现了饮食了 但是到最近 我们为什么要又把这个饮食拿出来用 就不是只是用在 癫痫的小朋友身上 这时候呢我们就发觉 我们就利用一个什么 利用一个原理是 他进来我的身体 既然他不是糖 他进来不是糖 然后呢 我吃进来是脂肪比较多 所以进来的结果就是 我的碳水化我很少 我的血糖一定会下降 当我的血糖下降的时候 我就第一个 我就一定要先用什么 我先用你肝脏里面的肝糖 或者是用我肌肉里面的肝糖 我先把它拿出来用掉 因为血糖会不够嘛 所以我一定要先把肝糖拿出来 分解成为葡萄糖 让你的血糖能够维持足够 但是能量是不够的啊 你能量是不够 为什么因为我刚才讲过 脂肪进到我的身体 转换成为同体的时候 它还是会产生能量 但是它不是完全的释放能量 所以跟你原本预期的 一克的脂肪 产生九大卡 那有差别 它是有落差的 所以变成你虽然是这么多 我计算起来是这么多的热量 可是实际上在我身体 表生出来的热量是不到的 那怎么办 那我当然自然而然 我就会被迫 我的身体就会自然不够 我就会被迫 我使用我身体里面 过多的脂肪来烂烧 所以当我把我脂肪 拿出来烂烧的时候 我是不是就可以达到 减重的目的呢 好 我们把那个图片放大一点 你看好吗 所以 如果你采用身头饮食的话 大概第一个你会看到 你的血糖 会马上的掉下来 因为我几乎没有吃淡水化合物嘛 所以呢 我血糖会下降 但是好处是什么 我身体里面还有肝糖 所以肝糖突然马上就帮你分解 我的血糖就会缓步上升 所以你不至于会因为低血糖 就昏倒 或是因为低血糖 就会产生昏迷的现象 但是你的血糖会怎么样 缓步缓步的维持在正常的范围之内 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 会有一些糖尿病患者 他们会认为说 我可以使用肯身头饮食来控制我的血糖 但是你不要忘记 你吃进来的都是大部分都是脂肪 好 那也不要忘记 你的肌肉里面的肝糖 跟你的肝脏里面的肝糖 是会被迫食用掉的 那很有可能会导致你的心脏 心脏也是肌肉 心脏里面的肝糖被用掉的时候 心肌自己本身得不到足够的能量 这时候很有可能会出现 心肌梗色的风险性 所以这个我们都要 请大家好好去评估 那另外一个就是我刚才讲 他没办法把防御热量涨放出来 所以他有可能就是因为你的热量减低 所以让你的体脂肪就怎么样 下降 然后可以达到减重的目的 达到减重的目的 好 那我们就来看 那这样子的饮食 一般来讲我们都用在什么样的人身上 最常用的就是减重的人身上 我对我刚才讲 热量没有办法被完全释放出来 所以他会在短的时间之内 就会看到他很快速的减重 有没有道理 的确有道理 因为你一克的脂肪九大盘 完全没有办法燃烧完全 所以你获取的能量 没办法获取那么多 当然你会燃烧自己的身体的低脂肪 来供应能量 当然你体重会减轻 血糖一定会变得和完 那也一定的 因为你原本就没有是看水化而温 没有糖分的来源 你的血糖会强迫你的肝糖 肝脏里面的肝糖 肝脏里面的肝糖来供应 所以血糖会有绕在正常子 这也是一定的 这也是我们预期的 所以呢 生酮饮食就会开始被推在 可以运用在糖尿病患者身上 或是减重的患者身上 但是这样子的饮食 是不是真的可以进行 我跟大家分享 如果你真的要做 真正的生酮饮食 是70%的油脂 你知道70%的油脂 只有20%的蛋白质 剩下的你要靠蔬菜 也就是说你大概有几个食物 是你不能吃的 碳水化合物的食物 主食类 米饭类 面包类 面条类 你绝对不能碰 水果你绝对不能碰 所以你会发觉 你很多血的食物的种类 会受限 你将会被限制在哪里呢 一般蛋白质的来源 牛奶也不能喝 因为牛奶里面有卤汤 它是碳水化合物的来源 所以牛奶不能喝 所以你只能吃什么 你只能吃 纯蛋白质的东西 纯油脂跟蔬菜 水果不行啊 所以那个比例你们要再怎么调 我这也要跟大家分享 真的如果去算 一个男朋友一个男生好了 一天2000大卡 那我就平均一餐 至少要700到800大卡 好那我这去算 假设20%的蛋白质 你并不是吃很多肉 20%的蛋白质 700 700大卡里面的20% 顶多啦 给你吃2到3分的肉类而已 2到3分的肉类 所以就像我现在盘子里面 陈列出来的 这里有一个蛋 一份 这里呢 有两片小片的煎猪排 一份 这里有两片培根 再一份 所以这里有三份的肉类 顶多就是你的一餐的肉类 好 然后呢 你必须要加上 一大碗的熟的蔬菜 我一定要讲熟的蔬菜 你不要以为你是生菜沙拉 就OK了 我刚才讲过你还有70%是什么 油脂来 那你必须要兼顾到你的膳食纤维是够的 你矿物质是够的 维生素是够的 所以你必须要吃煮每一餐 吃煮一大碗的熟的蔬菜 这些蔬菜啊 你可以从各式各样的新鲜的蔬菜来摄取 都没有问题 这个没有问题 但是前提是你要吃蔬菜 必须要把油放进来 要不然你那70%的油怎么办 所以呢 你的蛋不能是水煮蛋 不能是煎蛋 不 不能是蒸蛋 你一定要煎蛋 对不对 你的肉排不能是水煮的 你的肉排一定要煎肉排 那你的肉类选择 你必须要选择什么 高油脂的培根里面有很多油脂 对不对 你知道我们把油脂吃进来 那如果你要选择低脂的蛋白质 比如说豆腐好不好 当然好啊 黄豆都是油脂蛋白质啊 你吃它 但是你要想办法把油用进去啊 所以你不能吃凉拌豆腐啊 你只能吃煎豆腐 甚至是炸豆腐 你要不要吃蛋 当然OK啊 蛋对我们来讲 蛋黄里面的卵黄对我们来讲 是非常非常的有帮助的 蛋对我们来讲很好 但是你不能用水煮蛋 你不能用蒸蛋 你一定要用煎 你想办法要把油放进去 你一天 每一餐喔 不是一天 一餐呢 那至少40公克的油 40公克的油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概念 如果家里面有我们喝汤的那个汤匙 那每一汤匙呢 是15cc 就相当于15克 你一餐呢 要吃到两池半 一餐要吃到两池半的油 所以你就一定无论如何 你一定要想办法要把那个油怎么样 放进来 好 我好像有一张图片是 生酮饮食 我在网络上面抓的一张菜色的图片 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不好意思 有一张那个 蔬菜还有肉片 陈列的一个菜盘 对 神童餐可能长什么样子 我故意去网络上抓这个图片 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好 刚才我不是要说 你至少每一餐至少两两到三两个肉吗 对不对 所以你必须要一大块的鸡腿 而且这 就记得你吃这个鸡腿 因为你不能去皮 皮都是油脂 所以你要把油留下来 好 你的鸡腿呢 是带着皮的 然后呢 你吃的生菜沙拉 是一定要熟错 为什么要讲熟蔬菜 因为你如果吃生菜的话 你那个纤维量会不够 所以你一定要吃熟蔬菜 所以你的盘子下面要垫熟蔬菜 那你还要想办法有油脂进来啊 所以你看酪梨是不是好的油脂 所以我选了这个 这个餐盘 跟大家分享 你的鸡腿一定是要带皮 然后要煎过 然后你下面的蔬菜呢 一定是要熟的蔬菜 然后你旁边摆设的酪梨呢 可以当做你的油脂来源 那如果平常不是这样子吃的话 那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些简单的菜单 比如说早餐 你可以喝一杯无糖豆浆 然后呢 你就要搭一个什么东西呢 搭一个煎鸡腿排 然后呢 你必须烫一盘青菜之后 把油淋上去 再撒上坚果 要不然你有没有办法 可以把两汤匙拌的油放进来 所以你要想啊 几乎你每一餐是 无论如何 详细办法要把油放进来 中餐那你也许可以做什么 中餐你可以煎块豆腐 煎两个荷包蛋 你得记得用煎的 炒一盘青菜 这个青菜至少两到三种蔬菜 种类要更多 但是你一定要用炒的 你的油才可以进得来 那晚餐呢 你可以烤一条秋刀鱼 为什么要讲秋刀鱼 因为秋刀鱼油才多 所以你要吃云都必须要选择油多的鱼 像青鱼啊秋刀鱼啊鲑鱼啊 然后最好是 你再煎 再油再把它进去 那你成功才把油吃进来 你可能有一条秋刀鱼 然后呢 你再去煎两个猪排 然后再烫一盘两种的蔬菜 没有饭喔 也没有水果 你记得要把两汤匙 每一餐都是两汤匙半的油放进来 所以我这样的叙述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概念就是 这样子的饮食是不是很油腻 对不对 大家感受是不是感觉 真的很油腻的饮食 这样好不好吃 所以也许大家感觉说 好不容易油可以大口吃肉 对不对 但是同时是你也大口 油喝进来了 所以对身体来讲 我们就来探讨一下 这样子的生酮饮食 到底对身体是好的还是不好的呢 我们来看一下 刚才我讲过 我当然可预期体重一定会下 第二个可预期他血糖一定会下 也不能说他下 就是说他可以比较容易 维持在稳定的状态之下 然后对癫痫的小孩当然是好的 他一定可以减缓他的发作的频率跟强度 可是如果我们真的去看这样子的一个饮食方式 第一个你形容是每一餐都把大量的油吃进来 我们在链桶上面最常看的就是你会出现腹泻 然后你会很容易脏 我们知道油降了来就会在胃里面停留 它会停留很久 所以你会有饱足感 所以他们常说吃生酮饮食不会饿 这的确是不会饿 因为油脂在肠道停留的时间 原本就很长 但是因为油脂在肠道里面过度的停留时间的时候 它也加重了你的胆囊的负担 因为他要去自己胆汁要来乳化脂肪 所以如果有胆结石或是肝胆功能不好的人 其实你会加重肝胆的负担 所以这个我们从这里衍生出来 就要特别去小心 如果有胆结石或者是胆到阻塞的人 这个饮食是绝对不可以去尝试的 这很危险 那也因为你饮食这么多的优质 所以你食物吃进来 就我们这样中医讲的 如果你肠的效果很有 所以你才会发觉吃这样的饮食下来 你很容易上厕所 甚至你会发觉回头一看 你的那个马桶上面漂浮了一层的油 那你就会发觉你的油事实上都没有被消化 它完全就是从困店里面排出来 好 那所以呢 我如果长期吃这样子的饮食下来的时候 如果我本身是有遗传性的 家族遗传性的高脂血症 或者是我原本就有点肥胖的人 那我们担心的就是你会进入第二种副作用 我们预期可预期的啦 你的血脂肪一定会上升 你的血脂肪一般来讲呢 血液的分析里面有所谓的 身上肝油脂胆固醇 所谓低密度胆固醇高密度胆固醇 我们临床上面看到的吃生动饮食的人 身上肝油脂不会影响 因为身上肝油脂跟糖类的转换比较有关系 所以因为你没有什么太水化 我说身上肝油脂大概都不会维持正常 但是我们常常看到的是什么 低密度胆固醇会上升 低密度胆固醇上升代表什么意思 代表你得动脉硬化症的几率或偏高 为什么会这样 其实我刚刚不讲 我为了让我的油脂更多 所以我一定要选择什么 高脂的肉类 所以我选培根 我可能要选蹄膀 我可能要选牛腩 甚至我可能要选择烹调的方式 我可能要煎的 我可能要炸的 所以我选择了很多饱和性的脂肪进来 甚至我选择了很多的油的烹调方式 高油的烹调方式进来 那这些呢 油脂在我们身体里面就会产生堆积 所以很容易的 这样子的饮食 可能对血糖是OK的啦 可能对体重OK 但是对血脂肪一定不OK 它一定会导致你的低密度胆固醇会上升 长所下来你就要担心的 动脉硬化 吸血管疾病 脑洞 后面的慢性疾病 都很有可能会陆续的出现 那第三种可能我会产生的疑虑是什么 如果你长期的使用这些生酮饮食的话 你会发觉 就我刚才讲 一开始的话因为糖不够 所有血糖可能一下子就下来了 怎么办 肌肉里面的甘糖拿出来用 肌肉里面的甘糖一拿出来用 肌肉里面就糖分不够了 啊以后糖可以来补 没有呢 因为食物里面都只有油 所以肌肉里面的甘糖 可能没有办法在短的时间 赶快补足上去 这时候就很有可能出现你的心肌 甘糖的储存量是不足的 所以我们就会发现什么 我们就会发现说 你很有可能心脏的收缩能力 就会慢慢的减退 所以心脏衰竭 心肌梗塞 都有可能会成为 长期使用针头骨食之后 可能会出现的副作用 那另外呢 我刚才讲过 因为它的食物的选择 就是这样子的这么局限 一定是肉类 豆蛋 鱼肉 然后呢蔬菜 然后坚果 油 其他都没了 那我们完全没有办法吃到 泰水化合物里面所提供给我们的 营养素 因为我刚才讲泰水化合物 全骨跟筋类提供给我们的营养素 那我们去分析一下 全骨跟筋类提供给我们的营养素 最主要有一些什么 有一些是B1 B群的东西 还有一些是微量元素 还有一些微量元素 比如说 矿物质 微量元素 鲜啊 锡啊 这一些都很有可能可以在这里吃到的 吃不到 所以我要担心的就是 我如果没有吃全骨跟筋类 我会不会有一些微量元素不足呢 好 那我还有一方面也跟大家分享 当我们在初步 身体里面代谢出丙铜的时候 就是铜体出现的时候 铜体在身体因为是被产生能量 可是产生能量之后要怎么样 排泄喔 它从哪里排出去 它从肾脏排出去喔 因为它排出去的时候呢 通常水也会跟着出去喔 所以当你的排铜体的时候 当我们的身体铜体越高的时候 你会出现一种现象 会脱水 会力量 它会把铜体 铜体要出去的时候 会把水分也带走 好 这个水分带走的时候 相对的同时也会把什么 把一些矿物质的电解质 钾离子 铁离子 也会一起出去喔 所以假设我长期的 使用这些生铜银食的时候 其实我还有可以合理的去推测 我长期之后 我有可能会出现的是什么 微量元素的不足 电解质的不平衡 好所以这是第五个 我必须要考虑的 很有可能出现的一些副作用 第六个呢 会出现的副作用 就我刚才讲 如果你的胆有问题 你的肝脏有问题 你这些油脂就没有办法 被消化被乳化 你的肝脏肾脏的负担 就会越重 所以这些都是我们可预期的结果 好那一般来讲 在网路上面很多人都会 很多文章都会说 这种饮食不会导致不舒服 因为同体事实上 同体事实上是可以排出去的 同体事实上是可以排出去的 好我要讲一下 没有错 我们的同体可以排出去 但是要靠什么 靠我们肾脏的功能 所以假设是你肾功能不好的 拜托你不要去尝试 因为你会导致你的肾脏的负担会加重 那还有另外一个呢 如果是正常的人的 我们身体会有胰岛素的分泌 所以当我们的体内身体 如果我们的 我们前面讲的乙烯乙酸啊 丙酮啊 或金钉酸啊 这些含量越来越高 同体越来越高的时候呢 它会去刺激胰岛素的分泌 胰岛素一分泌呢 它就会抑制丙酮的产生 它会抑制同体的产生 所以如果是正常的人 就比较不会担心说 同体会越积越多 越产生越多 因为正常的人 他会自己去刺激胰岛素 回过头来 去抑制这个同体的产生 可是对糖尿病患者来讲 特别是第一型的糖尿病患 因为本身就缺乏胰岛素 所以呢 那就没有胰岛素可以帮你来做 回馈抑制的动作 所以很有可能 他就会 你如果一直吃 你的铜酸就会一直产生 你的同体就会一直产生 那这些同体来不及排 不是不能排 但是速度没那么快 这些铜酸在我们身体里面 就会越累积越多 然后它是酸性的物质 包括我们刚才讲的 丙铜乙西益酸 还有贝达金帝酸 这些都是属于酸度非常强的物质 长期在我们身体累积 就会导致我们身体 产生酸中毒的现象 那酸中毒会有什么现象 会老虚 会昏迷 会休克 有没有可能致死有 有那个危险性 所以要跟大家分享 生酸米食不是每个人可以吃 你必须要看自己的条件 是不是可以适合来使用这个生酸米食 好 刚才有人提问说 那生酸米食可以长期吃吗 我跟大家分享 我们看到很多的研究报告 不管是控制体重也好 或是降血糖也好 所有的研究报告都是短期之内 你可以看到正向 为什么我们都没有看到 长期的研究报告出来呢 是因为这样子的饮食 你有没有办法长期的走下去 所以我刚才讲 你能够这样忍受 完全不接触 全骨根之内不接触水果 然后你就吃肉类跟蔬菜 跟油脂的饮食 你可以走多久 所以我们在一般现在我们在看到的 已经有发表的一些论文报告 我们看不到长期的研究 因为绝大部分都撑不太久 所以我们也要站在这个 这个当下跟大家分享 生酸米食你可利用它的原理 我可预想知道 我会知道有什么样的好处 但是这个好处 目前为止都只是看到短期的好处 我们看不到长期下来 效果好或不好 所以我又要去评估 它可能带来的副作用有哪些 所以我们跟大家建议 生酮饮食不适合长期的使用 如果你真的很想说 我想要利用生酮饮食来做减重 那你也只能够在短暂的时间之内来使用 那更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个 就是我们发现 所以如果你是利用生酮饮食来减重的时候 如果你原本的饮食你没有去改善 比如我原本就是热量很高的 那等到我生酮饮食减了三公斤好了 我告一段落了 我要回到我原来饮食 你又回到原来高热量饮食 那对不起我看到的溜溜球效应会更明显 你会在很短的时间 赶快把你身体里面所需要的什么 体脂肪赶快补回来 因为你原本是体脂肪消耗 你会利用这些原来就有的你高热量的饮食 现在要把饮量补回来 你再发胖的几率就会更高 所以你如果想要利用生酮饮食来减重 短期之间来减重 你还是回归到前面一个最主要的观点 你的总热量必须是降低的 你采用的是均衡饮食 你才有可能做的长久做的健康 好那接下来呢就开始有人会提问 那生酮饮食可以抗癌吗 那有一些人的说法就是 癌细胞喜欢吃糖 那生酮饮食正好啊 生酮饮食就是不给糖啊 所以癌细胞就吃不到糖 我就可以把癌细胞快饿食了 而且癌细胞也不利用同体 那癌细胞就活我饿食 我是不是可以就这样子拿来抗癌 然后网络上就开始好多的 什么有人吃了真的真的有效了 有人说怎么样医生宣告没有效的 他都可以有效 可是事实上是这样的 如果我单纯的去看 癌细胞不利用糖 癌细胞不利用同体 我就要先打脸一下 事实上我们的研究出来是 癌细胞是会利用同体产生能量的 会利用同体产生能量的 所以要回过头来就是要告诉大家 生酮饮食的吃法对癌细胞来讲的话 其实是不适合的 那我们为什么会有那个论点说 癌细胞喜欢吃糖 我们看下面那一档 为什么会有一些论点说癌细胞喜欢吃糖 是因为我们发现 在一些的乳癌细胞的细胞膜上面 会有比较多的 类胰岛素的生长因子的受体 那代表什么意思 代表他接受胰岛素的 他对胰岛素比较敏感 如果你身体有比较多的胰岛素分泌的时候 他就很敏感 接受到胰岛素的作用 他就开始增生 所以就是说如果你身体里面 已经有乳癌细胞存在的话 这时候你吃了很多的精致糖 这些糖会刺激你的身体分泌胰岛素 胰岛素一旦上升 他就会作用在乳癌细胞上升 乳癌细胞身上 让乳癌细胞变得比较容易分裂 所以肿头就会长得更大 也就是因为这样的原因 所以就会有人说 癌细胞喜欢吃糖 但是我们会发现 癌细胞是对精致糖引起的 胰岛素上升有反应 假设我在饮食上面 我吃的不是精致糖 我吃的是颧骨类 这富含有很多的 矿物质维生素 菜脂纤维的颧骨根筋类 杂粮类这类的食物的话 其实我的胰岛素上升速度 是不会快的 也就是说癌细胞是接收不到 那个讯息的 他不会被刺激增生的 所以你吃蛋糕 吃糖果 吃蜂蜜吃砂糖 癌细胞有可能得到刺激 他可能得到那个讯息 他会长大 可是我若是吃出骨类 其实我是得不到那个讯息的 所以你就不用担心 所以对癌友来讲 其实我们真的会 反而会建议他说 你好好的吃 你真的要抗癌 不是用饿死的 你是要让你自己有能量 能力 能量是足够的 可以提高你自身的免疫能力 来驱逐癌细胞 才是真正的方法 那一般来讲呢 我们会建议说 你必须在生活饮食上面 多吃全骨杂粮类 当然呢 基本要的 我要让我的免疫力好 我的体素质修补的好 我的基本上的 蛋白质能量还是要 维持住 但是油脂不能那么高 甚至如果你 我担心我的血糖 糖尿病患者 我担心我的血糖 会上升的时候 我们会建议你可以选什么 选一些高低升糖指数的 也就是说 不会让你的胰岛素分泌那么高的 蔬菜 水果 食物来吃 这些呢 都会比你尝试生酮饮食 想要来抗癌 尝试生酮饮食 想要来调节血糖 要来得更安全 那有哪些人有提问呢 谁可以吃 就我刚才讲 基本上你是很健康的 你没有三高疾病 你不是肝肾疾病 肝脏肾脏都没有问题 你本身是很健康的人 但是你体重过重 你想试试看 你可以试 但是时间不能长 那还有 刚才我跟大家分享 你要做到 像我刚才讲的 我2000大卡 每一餐呢 是要40cc的油脂哦 它是很大很大量的 如果你做不到 那事实上我可以跟你讲 你不是生酮饮食 你做的是低糖饮食 你的油脂的量 事实上也没有那么高 所以你是低热量 所以你也会减重 但是你的酮体产生也没有那么多 那又跟真正的生酮饮食又不太一样 哪些人不能吃 就我刚才讲过了 第一型糖尿病患 或者是你的血糖控制很差的 第二型糖血糖控制很差 我们也不建议 我们也不建议 肝肾疾病的 特别是胆道的疾病的 因为你大量脂肪竟然会刺激胆囊 你会让你的胆囊收缩的更厉害 所以有胆道疾病的也不能吃 然后另外一个呢 就是一般来说 如果你自己本身肾功能不好的 你没有办法帮你排线那么多 足够的铜酸的话 你也不要吃 所以这几种慢性疾病的患者 我们不建议 那如果正常的 而且是联系 那有些人 青春期的小孩 对不起 青春期的小孩正在长大 他需要的是热量 需要的是均衡的营养素 所以青春期成长期的小朋友 我们不建议 因为我刚才讲过 蒸笼饮食因为局限食物 所以你会有相对其他营养素缺乏的现象 会出现 所以青春期 拐孕当然不用讲了 哺乳期的妈妈也就是不行 所以大概就只能缩小范围 大概就是你真的是很肥胖 但是你身体还蛮健康的 你的血液检查数字都还蛮正常的 OK你可以试试看 但是时间你不可以拉得很长 长时间下来的副作用 是会比正面的效果更大的 好 那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生酮饮食呢 就到这里 不知道客战还有没有问题 好 如果你们想得到我们今天的 讲义的内容的话 请留言全食物饮食 请留言全食物饮食 我们可以把我们今天的讲义 跟大家分享 让大家能够对这样的一个饮食 能够有更深入的 然后更正确的认识 希望我今天的解说 大家都可以明了很清楚 谢谢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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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